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际金融与会对下 欢迎来到国际金融与会对 第29奖的课程 从今天这个课程开始 我们就不再跟同学来谈外汇交易了 那么我们这学期已经谈了10奖的外汇交易了 那相信同学在做这个外汇交易的计算 可能已经有点晕了 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有新的主题了 那我们要跟同学来探讨我国的外汇市场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跟同学要来谈的重点 有哪几个单元呢 今天只有两个单元 第一个是我国外汇与汇率制度的演进 第二我国外汇市场的现况 好的我们首先来进行第一个单元 就是外汇跟汇率制度的演进 那我们把这个演进的过程 我们分成几个阶段 跟同学来做一一的来做说明 第一个阶段的话 是从民国38年到民国68年的这段期间 那么这段期间 如果说我们以68年作为分界的话 我们看到68年呢 我们修改汇率制度 实施机动汇率之后呢 那么外汇市场就成立了 而在这之前呢 外汇头寸都是由中央银行统筹调度 汇率呢也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在严格的外汇管制 以及毫无弹性的固定汇率之下 并没有市场机能可言 而在68年之后呢 实施了这个汇率的这个修改 机动汇率之后呢 市场的价格也就是汇率呢 就可以依照汇率的 可以依照市场的工序来调整 就具有呢市场的机能了 那么在68年之前啊 那么当然呢 我们实施的是固定汇率的制度啊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啊 在1973年之后呢 主要的国家啊 都已经纷纷放弃了啊 那么这个汇率呢 跟美元呢 那么做联动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那么改采呢 根据呢会市场上的供需 来调整汇率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呢也啊 根据我们呢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状况 还有呢这个外汇存底的累积的情况呢 那么在68年呢 我们也放弃了啊 用盯住美元的这种固定汇率的方式 那么改采用呢 随着市场的这个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变动呢 来机动调整汇率的这种方式的啊 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动 那么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啊 在民国68年之后呢 我国的外汇市场呢 就正式的成立了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民国68年啊 市场成立之后呢 到民国76年 而这段期间呢啊 那么基于稳定国内的呃经济 还有呢金融发展的考量 那么仍然呢是有诸多的限制了 有哪些限制呢 我们看看 例如说呢 政府定有汇率波动的上下范围 那么汇率实际上呢 是并没有完全的浮动 那么又例如 基础口所产生的外汇收付 都需经过中央银行 或指定银行的审核 那么还有呢 公民营企业 它向国外借款 都需要事先经过财政部 或中央银行的核准 另外的话呢 禁止从事买低卖高赚取差价的 投机性或金融性的交易 所以呢从这些限制里头 我们看到啊 虽然我们的外汇市场已经成立了 然而呢仍然不脱呢 这个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也就是说呢 市场上呢 它的这个交易啊 仍然呢是有非常多的限制啊 那么距离呢 自由化呢 仍然有非常大的这个距离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从民国68到76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而是第三个阶段就是从76年到民国78年 这短短的两三年当中啊 那么呢 它其实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首先的话呢 就是外汇市场呢 它也逐渐的发展了稳定了 那么中央银行呢 它的这个管理呢 就逐渐的放松了 此外 我国的外汇存底呢 累积快速 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忧 另外的话呢 主要贸易对手国对我国施压 而我们呢 就逐渐的开放外汇市场 这个几年当中啊 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啊 也就是呢 因为当时啊 我们呢 这个商品的出口的额度呢 是远高于进口的这个金额的 也因此我们的这个外汇呢 那么进来的呢 就很多 那出去的比较少 那么就累积非常的快速 那么累积快速的结果呢 其实啊 它不见得啊 有带来正面的影响 反而会有负面的一个副作用 也就是呢 会有通货膨胀的隐忧 因为呢 这个 流进来的这个美元呢 它通常还会换成本国币 那换成本国币呢 这个美元啊 这外汇呢 它就流到中央银行的系统了 也因此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了 在市场上呢 流通的这个 新台币呢 就会越来越多 而新台币的这个流通量大的话呢 那当然知道呢 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呢 对各国的这个货币当局来说呢 那当然呢 是最担心的 那么不希望它发生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因为呢 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啊 那么也因此呢 另外呢 再加上啊 我们的贸易对手国 也是当时的这个美国啊 那么他觉得呢 台湾呢 之所以啊 有这么多的这个出口 有这么 这个快速的这个 外汇存跌的累积啊 就表示呢 你的经济实力是很不错的 那所以呢 你的货币就应该升值啊 那么他对我们的这个汇率的 这个制度来施压 所以呢 因为这几个原因呢 所以最后呢 我们呢 就啊 在这样的一个各种因素之下呢 就解除了外汇管制 那么就解除了外汇管制 民国76年呢 解除外汇管制呢 那么 这段期间的话呢 那么就呢 在我们的外汇市场呢 就逐渐的开放了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阶段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呢 那么从民国78年以后呢 到民国84年当中 这当中呢 我们呢 呃 因为啊 这个宣布呢 汇率改制啊 外汇交易自由化 也就是民国78年呢 我们的外汇市场呢 更加的自由化 这个期间的话呢 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称它为是 外汇交易自由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自由化的这个 呃 内容有包含哪一些呢 我们举一些比较呢 典型的例子来看啊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汇率的更加自由化 就是这个呃 我们对于汇率的这个管制呢 就更为的这个宽松啊 更为的这个放宽了 另外的话呢 设立呃 外币的拆 拆款市场 那么等一下我们跟同学来谈 拆款市场啊 另外的话呢 是重建远期外汇的市场 因为呢 在这之前呢 我们呢 是呃 呃 关闭呃 远期外汇市场的 那么就重建了远期外汇市场 另外呢 开放保证金交易 以及呢 换回交易 此外 开放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投资国外有价证券的 外币信托资金的业务 还有呢 开放大陆出口 台湾压汇的业务 因为当时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台商呢 到大陆呢 去呃 设点啊 设立工厂 那么在大陆生产啊 所以呢 也开放了大陆出口 在台湾压汇的业务 此外的话呢 外汇经济商呢 呃 第一家外汇经济商成立啊 那么因为呢 在民国78年呢 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项目的开放啊 所以呢 让整个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呃 我们国内的外汇市场呢 那么就有大幅度的一个开放 所以这个这样的开放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称之为外汇市场的自由化 而当时呢 我们也成立了啊 这个国内的第一家外汇的中介商 叫做呢 呃 台北外汇经济公司啊 好 那么呢 呃 这个是呃 非常重要的一个呃 市场的一个开放的过程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到呢 最后一个啊 阶段就是从民国84年一直到现在 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呢 我国的外汇自由化跟国际化的发展呢 已经具体的确定 基础呢 也大致的呃 建立了 外汇市场的运作呢 就逐渐的成熟跟稳定 而外汇市场呢 也更进一步的自由化 因为在民国84年呢 我们呢 呃 管理外汇条例呢 修正了啊 那么呃 因为这个呃 整个啊 这个对于外汇管理的这个精神呢 呃 有呃 比较大的一个进步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84年内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野 那么从84年到现在啊 那么这当中的话呢 那么除了说啊 我们原本的这个呃 资本资本账呢 有开放呢 我们的呃 经常这样有开放 我们的资本账呢 也更加的开放啊 也就是说呢 呃 不管你是呃 直接投资 或者是证券投资的资金呢 就已经呃 完全的这个呃 可以自由进出 那么而且呢 我们也呢呃 在全面的开放呢 远期外汇的这个交易啊 另外的话呢 也开放银行呢 可以啊 办理呢 这个延伸性的这个呃 金融交易啊 这个外汇的交易 这个外汇的交易 譬如说选择权啊 等等的这方面的 延伸性的外汇交易 那么此外的话呢 第二家啊 外汇经济商 元泰啊 外汇经济公司呢 也成立了 所以呢呃 从在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发现了 我们的外汇市场呢 已经呢 逐渐的发展成熟了 好的 那么我们把前面的 这五个阶段的这个呃 我们整个这个外汇市场的 还有汇率制度的演进呢 我们就更清楚的 跟同学呢 呃 汇整啊 那么再归纳 来跟同学呢 来整理一遍啊 那么呢 我们可以啊 以四个点啊 那么来作为这个呃 分界 那么将整个这个呃 交易的过程呢 分成五个阶段了 第一个是六十八年之前呢 因为没有固定的 因为是固定的汇率 没有市场的机能啊 那么所以呢 是没有啊 这个市场机能 那么六十八年呢 外汇市场成立之后啊 在七十六年之前呢 仍然有诸多的限制措施 市场是没有啊 事实上可以说 是还没有自由化的 那么等到民国七十六年呢 外汇开放之后呢 外汇市场呢 就逐渐的步向自由化 一直到民国七十八年呢 我们的开放幅度更大了 外汇交易自由化之后呢 市场的结构就更完整 而交易的操作的方式呢 也就更加的自由 一直到民国八十四年 管理外汇条例修正之后呢 市场的运作呢 逐渐的成熟跟稳定 也就更进一步的自由化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我们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呢 就是呢 我国外汇市场的现况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呢 我国外汇市场的参与者 我们的外汇市场呢 有哪些成员呢 那么哪些参与者 首先来看到第一个是 指定银行 指定银行 也就是我们在介绍 外汇市场的时候的 这个外汇银行 那么什么是指定银行呢 指定银行指的是 经过中央银行指定 办理外汇业务的银行 又称为外汇指定银行 所以它也就是我们所谓 在外汇市场当中的 外汇银行 而这个指定的 外汇指定银行呢 它承办了哪些业务项目呢 分别有出口外汇业务 进口外汇业务 一般汇出以及 汇入的汇款业务 外汇存款 外币贷款 外币担保付款的保证业务 还有衍生性的外汇商品业务 以及其他的外汇业务 好 那我们知道呢 外汇银行是整个 外汇市场的主角 因为呢 银行跟银行之间的交易呢 可以说是市场上呢 这个整个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交易的部分 那目前呢 在我们的国内的 外汇市场当中呢 大概有3000多家的 外汇市场 外汇银行 那这3000多家的外汇银行 主要当然还是本国银行 那么当然有包含一些 外汇银行 这当中的话呢 也有三家的是 陆商的分行 好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图 跟同学来说明一下 那么在我们国内的市场呢 银行间的市场的 日平均交易的情况 那么从这个图当中呢 同学可以发现 那么银行跟银行之间 交易的这个金额呢 在最近几年当中呢 也都有这个显著的一个成长 那么大概现在都可以 到达200多亿美元 那么日平均交易金额 那是当中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 集期还有换汇呢 它这个交易量 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那么远期的比重是最低的 那么另外的话呢 选择权还有这个 其他就是衍生性的 这个交易的话呢 那么就大概 那么就是排在第三个 这个比重 好 那么 这个是有关于 我们的银行之间的 这个日平均交易的一个情况 那么讲到呢 这个银行的这个外汇业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Q&A跟同学呢 在做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呢 在我国除了银行外 其他金融机构 也可以办理外汇业务吗 好 是不是只有银行 才可以办外汇业务呢 其实没有哦 我们看看呢 其他的金融机构 也可以办理外汇业务的 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农会信用部 渔会信用部 那么他们可以办理呢 买卖外币现钞 还有旅行支票的业务 另外呢 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邮局啦 那么它可以办理呢 国际汇队 还有买卖外币现钞 以及呢 旅行支票的业务 那当然呢 所谓的这个旅行支票 那么这个业务 到底是怎么来办理的呢 我们会在后续的 这个讲词当中呢 再跟同学来做说明 好 那么讲完了 外汇银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的 外汇市场的另外一个成员 那也就是顾客了 那么顾客的话呢 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当中呢 我们来看看 它重点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 大多数呢 是企业跟个人 另外的话呢 顾客市场呢 大多数都是跟银行 来进行交易 所以呢 形成银行跟顾客市场的 交易的市场 而顾客交易的目的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是实际交易的需求 第二呢 是金融性跟投机性的 外汇交易 那么我们知道啊 顾客的话呢 当然不仅包含了这个个人啊 那么企业呢 也是非常重要啊 跟银行进行外汇交易的主体了啊 那么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当中呢 顾客啊 他们进行外汇交易呢 除了传统的啊 这种呢 有实际交易需求的 比如说基础口商啦 或者是说一些个人 他们有出国旅游 或者是呢 留学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之外呢 那么做啊 这种所谓金融性的啊 或者是投机性的外汇交易呢 现在呢 因为呢 市场开放啊 那么可以呢 让顾客可以跟银行呢 来办理这方面的一个交易啊 所以呢 现在的顾客呢 那么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性啊 可以跟银行呢 来进行呢 这个金融性或者是投机性的 于是纯粹只是为了要呢 来进行啊 这个投资获利 或者投机获利呢 这样的一个交易啊 好 那么一样的 我们用图呢 跟同学来说明一下 在我们的国内的顾客市场呢 同学呢 从图可以看到啊 顾客市场的话呢 主要啊 最重要的 就是还是极其外汇交易 所占的比重是最多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 是换汇啊 那么其次的话呢 那就是呢 选择权 还有跟其他交易 那么另外的话 远期的交易的话呢 比重呢 是比较低的啊 那在这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在最近几年的话呢 顾客市场的这个 交易的金额呢 那么也有大幅的成长啊 大概都有几十亿美金啊 这样的一个水准 好 那么讲完了呢 这个顾客的 这个 他的这个 在市场上所办理的角色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呢 针对啊 那么顾客在市场上 那么他的交易呢 我们有什么Q&A 我国外汇市场的银行间市场 与顾客市场的比重 大约是如何 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 那这个整个市场的话呢 银行市场跟银行 跟顾客的市场 我们知道啊 一定是银行跟银行之间的市场 所占的比重比较高嘛 那么全球都是如此 我们国内呢 当然也是这样 可是呢 这两者之间 他们的比重 又各是怎么样呢 我们用图跟同学呢 来做一个说明呢 同学就可以非常的清楚 就可以发现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呢 当然呢 银行间市场的比重 那么要高于银行 对顾客市场的比重 而且呢 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发现 那么大概 在最近这几年的话呢 银行对银行之间的这个交易呢 大概是银行对顾客市场 市场交易的三倍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呢 在整个外汇市场的交易里头的话 银行间的市场所占的比重 大概有四分之三 而银行跟顾客之间的交易的话 大概就只有四分之一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大事人 外汇经纪商 外汇经纪商 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呢 它 第一个我们看到 有哪些外汇经纪商呢 目前有两家外汇经纪商 分别是台北外汇经纪公司 还有圆泰外汇经纪公司 而主要的业务内容呢 我们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的话是 外汇买卖的仲介 第二是换汇交易的仲介 第三 外币拆款的仲介 第四 其他经许可的外汇业务 例如呢 远期的利率协议 还有远利率交换交易的仲介等等的 那么在报价方面 因为是银行间市场的交易仲介者 因此呢 报价是用一百万美元为单位的 至于呢 在占比方面啊 目前银行间外汇交易呢 兼由经纪商仲介的比率呢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之间呢 显示银行之间交易呢 仍然是以直接交易为主 那么整个外汇市场里头的话呢 这个外汇经纪商呢 它的仲介呢 是主要在仲介银行跟银行之间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它仲介不仅仅是只有 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外汇交易 那么换汇交易啦 或者其他交易呢 那么它也呢 有担任这样仲介的一个角色 那目前我们在国内的话 有两家外汇经纪商 可是呢 市场上的占比的话 大概不超过三成啊 就是它仲介的这个金额的比例来看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呢 最后一个当事人啊 最后当事人呢 是中央银行 那么中央银行的话呢 在我国的中央银行呢 是设有外汇局啊 那么负责呢 外汇的管理呢 跟调度的事宜 而它主要的职权啊 有包含以下几个 第一呢 是外汇的调度 还有呢 收支计划的拟定 第二 指定银行跟其他事业 办理外汇业务 并且督导职 第三 外汇的结构跟结售 第四 民间对外汇出 汇入款项的审核 接下来是民营事业 国外借款 经指定银行的保证 管理 及清偿 击催的监督 另外 外国货币 票据 还有有价证券的买卖 最后 其他有关外汇业务的事项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外汇银行 中央银行 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这包含呢 在及其市场呢 进行买卖 直接影响及其汇率 或者是 在远期 或者是换汇市场呢 进行买卖 间接的影响及其汇率 或者 借由货币政策 或财政政策 来影响货币供给额 进而影响利率 还有汇率 那中央银行 在整个外汇市场当中 它所扮演的角色呢 当然呢 也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监督的角色 监督者的角色 一般来说呢 它是不进场交易的 它监督市场的运作 那么 担任呢 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并且呢 它富有呢 维持市场汇率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是呢 如果说 现在外汇市场呢 因为呢 供需变化太大了 导致于汇率波动 非常的 这个剧烈的话呢 那么 怎么样来维持 汇率的稳定呢 这个时候 中央银行呢 它就必须要 适时来进行干预了 那么 进入中央银行的干预呢 让外汇市场的这个汇率呢 能够呢 趋于稳定 那么 相信同学呢 也经常在媒体上面呢 有听到这方面的一个消息 就是中央银行 进场干预 那么 中央银行进场干预 其实呢 不仅是在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外汇市场 中央银行会进场干预 那么 就 就算是比较大的外汇市场呢 那么他们中央银行呢 也会有所谓的进场干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 中央银行为了要维护呢 这个汇率的稳定 因为汇率的稳定 对于整个经济的这个稳定呢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也因此的话呢 中央银行它必须要适时的 那么进场呢 来维护这个汇率的稳定 而 这个进场的一个方式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它可以透过呢 在即期市场买卖 或是远期市场买卖 或者是呢 透过其他的 这个货币政策 或财政政策的 这个方式 那么来间接的 来这个对这个汇率呢 来加以呢 有稳定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讲完的这个 外汇市场的这个 四个主要的这个成员 也就是外汇银行 顾客 仲介商 就是经济商 还有呢 中央银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我国外汇市场的结构 那么我们呢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图呢 跟同学呢 来介绍啊 我国外汇市场呢 它的整个这个结构 那么透过呢 各个当事人 还有当事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来让同学能够一目了然 那么整个外汇市场呢 它的网络呢 是怎么样来形成的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图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图啊 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呢 主角当然就是 外汇指定银行 那么外汇指定银行 跟指定银行 跟指定银行之间呢 他们会进行外汇的买卖 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拆借 好 那么可是呢 他们除了直接进行买卖 或拆款之外呢 他们也可以透过外汇经纪商 来仲介外汇买卖 或者是拆款 所以可以直接买卖 也可以透过外汇经纪商 来仲介买卖 那么另外的话呢 那本国的外汇指定银行 也可以呢 跟外国的国外的银行 因为目前呢 我们呢 有设立这个所谓的 这个境外金融中心 那也有呢 这个成立了台北的外币采放市场 那么也因此的话 跟国外银行之间的这个互动 当然呢 也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本国的外汇指定银行 跟国外的银行呢 它彼此之间呢 主要也都是进行外汇买卖跟拆款 那么除了可以直接 进行外汇买卖跟拆款之外呢 也可以透过外汇经纪商的仲介 那么有外汇经纪商来仲介 进行外汇的买卖跟拆款 好的 那么看完了这个外汇银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到下面是顾客 顾客当然包含了一般的个人 或者是企业了 那么通常呢 顾客跟顾客彼此之间呢 是比较少进行外汇交易的 因为你不容易去找到一个 刚好可以跟你配对的顾客 所以一般顾客要进行外汇交易呢 他都是跟银行来进行交易 那当然除了银行以外 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呢 其他的一些金融单位 他们有在办理一些简易的 这个外汇的交易 但主要顾客进行外汇交易 都还是找银行了 那么透过跟银行之间的这个交易呢 就形成了顾客跟指定银行 彼此之间的这个顾客的市场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最上面的呢 这是中央银行 那么中央银行呢 透过跟银行 跟外汇银行之间的一个交易 可以调节呢 市场上的供需 因为有的时候呢 全体的外汇银行 可能呢 都是有需求比较多 供给比较少 或者是刚好相反 这个时候呢 都会透过中央 跟中央银行彼此之间的交易呢 来调节呢 供需 那么来调度资金 除此之外呢 中央银行也可以透过呢 跟国外银行的这个交易 那么来调整呢 它的这个 来调度它的外汇层底 并且呢 来适度的运用呢 它手上所持有的 这个外汇层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央银行在整个外汇的 这个市场当中呢 它所扮演的角色呢 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跟同学啊 有不同的主题啊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讲次呢 东东同学来谈的是 这个外汇交易啊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啊 就是外汇市场 我国尤其是我国的外汇市场 那今天呢 我们跟同学呢 分五个阶段 说明了我国外汇市场的一个发展 还有演进以及汇率制度的一个变化 那从这五个阶段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虽然呢 我们的外汇市场呢 这个规模啊 比不上呢 国际性的这个外汇市场 可是呢 跟我们之前呢 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我们外汇市场的这个 自由化的这个幅度呢 已经呢 有非常大幅的一个开放了 那事实上的话呢 在目前呢 不管是指定的外汇银行 或者是顾客啊 那么在外汇市场当中呢 进行交易呢 可以说啊 那么交易的这个工具啊 已经非常多样化 而且呢 那么所受到的限制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可以说呢 我们自由化的程度呢 已经啊 这个相当的这个稳定了啊 那么 当然呢 除了我们跟同学介绍啊 整个外汇市场的一个发展之外呢 今天呢 我们也跟同学呢 来说明啊 在我们外汇市场当中的 主要的一个参与者 那当然的最重要的就是 外汇银行了啊 那么这个外汇指定呢 指定银行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我们在路上啊 那么我们看到银行啊 不是每一家银行都可以进行 都可以从事外汇交易的啊 那么比如说 哎我要买外汇 或者是我要卖外汇 是不是任何一家银行进去 我都可以了呢 当然不是哦 我们常常会看到呢 这个银行的门口 就会贴了一个啊 那么招牌就告诉你说 它是指定外汇银行 那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到我这家银行里面呢 来进行呢 外汇的交易 那目前呢 我们的外汇银行里有3000多家了啊 那么当然除了外汇银行 是我们主角以外呢 顾客啊 顾客包含呢 一般的个人还有企业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中央银行在我们的 外汇市场当中呢 所扮演的角色呢 当然了 他是在背后啊 那么作为监督的角色 可是呢 如果说他觉得必要的啊 适当的时机的话呢 他也要呢 进场啊 来进行干预 或者是呢 指导啊 那么这个银行呢 进行啊 这个外汇的一个交易 那么希望呢 能够呢 来稳定啊 外汇的汇率 那这个是呢 我们跟同学介绍啊 那么外汇市场的一个参与者啊 那么除了呢 银行 顾客 还有中央银行以外呢 那另外呢 当然呢 也蛮重要的啊 就是有两家外汇经纪商 好 那么呢 课程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 要复习今天的关键字 今天我们有哪些关键字呢 第一个是我国外汇跟汇率制度啊 我们分成五个阶段 跟同学来做说明 怎么他的严禁 另外的话呢 就是外汇市场的参与者 有指定银行 顾客 外汇经纪商 还有中央银行 那么同学 希望你呢 在课后呢 不要忘了要复习哦 那么这样呢 我们呢 后续的课程呢 就能够进行的比较顺利了 祝福同学学习愉快 我们下讲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